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 2017年,导演黄东赫执道了一部历史战争片《南汉山城》 有李炳宪、金伦士等主演 这部电影是一作家金熊的同名历史小说《南汉山城伟敌本》拍摄的一部电影 导演黄东赫在荣辱和奇怪的他之后 首次挑战历史类高冷题材 时长139分钟 该片于2017年10月3日公映 首个周末观影人次近140万 累计票房310.7亿韩元 这部耗资150亿韩币打造的历史大片 最终票房成绩并不理想 甚至没能突破500万人次的盈利点 但却在2017年韩国第38届青龙电影奖 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男主角等在内的八项提名 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是电影中出现的清军全程说满语 这是集电影公以来 电影的清军全部说满语 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 但黄奈及的满语说的还算是清楚 位于首尔一南南汉山的南汉山城 与北汉山城一样都是朝鲜王朝时期 作为国王必然所的重要古城 朝鲜王朝光海军13年 初次将南汉山城确定为首都保障地 为了防止后进的侵入 开始将土城改建成石城 1592年至1598年 朝鲜面临封臣秀吉军队的大肆入侵 向明朝求救 明朝万里皇帝下诏出兵援助 战争前后打了六年 直到倭寇被彻底击败 并退出朝鲜半岛 自此朝鲜经历了人臣窝乱之后 不敢忘记明朝的再造之恩 世世代代向明朝俯首称臣 成为藩术国 丙子胡乱发生时 距离1644年 清军攻破上海关只有七年多的时间 此时明清之间在辽东的战争 争处在最后的决战阶段 而大清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节征服朝鲜 也恰恰是因为多年来 朝鲜国在明清之间 毫不犹豫地坚定支持大明 反对大清 这部电影背景就是朝鲜历史上的 秉子胡乱 1636年明处仁九年 皇太极自称大清国皇帝 发动第二次对朝鲜的征法 他亲率十二万清兵 直接跨过亚鲁江 十日之内就抵达了汉城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且压抑 那月初二多夺月陀 率领数千人作为先锋驻征 那月十四朝鲜国王李宗 慌忙将家眷送往江华岛避难 自己摔大臣逃往南汉山城 孤零零的南汉山城 覆盖着隆冬的积雪 外务援兵 内务良草 看不到任何获胜的希望 电影就从这里开始 那月十九 清军前锋追至南汉山城 历曹叛淑崔命吉孤身单骑 踏学前往青营伊河 清军主将龙骨大故意示威 将密密麻麻的箭语 倾泻在崔命吉马前的雪地上 满清的伊河条件并不复杂 断绝与明朝的军臣关系 宋世子作为人质 才会放过他们 漫天雪地的渡口老人 他的儿子与儿媳被洪水冲走 与年幼的孙女相拥为命 他因为熟悉道路 之前先带国军一行过河 又带李曹判处金上县过河 但老人却不愿跟着他去南汉山城 因为幻想可以带清军过河 获取一万小米 随后金上县杀了这个老人 朝中的大臣都是饱足师叔的人 最看重的就是名分 果然 李判大人金上贤 进入被围的南汉山城 马上就和立判大人 崔命吉发生冲突 崔命吉带回的伊河条件 却遭到了他和仲臣的拒绝 还被斥责为卖股求用的万古逆贼 不议和只能打 可城中满打满算 加起来不过一万三千人 城外的清军则十倍有余 一哥铁匠和弟弟在城江上守城 因为天气太冷 不懂事的弟弟生起了一堆火取暖 被军官责骂 如果人人都生火 清兵就会知道我们的城防布置 铁匠提议 给士兵们发放干草编制的袋子 盖上可以挡血 或在地上还可以挡住寒气 守城士兵在鸡汉交部中卖命 而朝中大臣 还在争论是否给他们派发东一 铁匠的提议 金上县告知了国军 国军同意收集城中的草带子 发给了将士 翠明吉再次置身前往三田渡 会见龙骨大将军 力主求和他翠明吉 并不是贪生求死之徒 被龙骨大用弩机抵在脑门上 他也毫无惧色 他选择的是一条为了苍生设计 虽然屈辱但能活下去的道路 龙骨大说 如果一下子再不带着世子过来 就不要来了 翠明吉回到山城之后 朝中大臣对于他的这种作为 很是愤怒 要求国军把翠明吉斩首示众 可以鼓舞将士和民众 听龙骨大说 清朝皇帝黄奈吉也要来此地 国军更是犹豫不决 但金上县建议现在应该加急 传唤秦王军 国军听取了他的建议 发一份传唤秦王军的喜闻 铁匠所在的小谷部队 遭到清军的埋伏 因在枪械上无法瞄准的时候 差点丢了性命 于是他决定要改进枪支 他和军勇武官提了很多次 都不予理睬 只好找到有一面支援的 李判大人金上县 他上网了国军 但并不得官员对于这件事 此前并没有重视 被国军责骂了一顿 并同意改造枪械 在铁匠的进行改造下 枪械的准头发挥了作用 在一次小型的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此时士兵士气大增 国军大喜 守护士在回来的路上 带来了一个年幼的孩子 国军问他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 你的家人呢 小女孩回答是来找爷爷的 而国军也想起来 那个老人就是在渡口带路的人 在一旁的金上县 甚至自己杀了他的爷爷 更是无底自容 城中的粮草已经很难维持 饥饿的马匹也一个个的倒下 国相还建议拆掉老百姓屋顶上的草 以及士兵士兵的草带 金上县和翠平吉这个时候 说辞还是一致的 但在其他重臣的怂恿下 为了皇室的尊严 下令拆了屋顶 收回了士兵的草带 被派出送习文的士兵 却被自己人当作蛮人砍下了头颅 还好习文没有落入清军之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上要到大念三十了 崔明吉想出一计 借郡王赐酒肉给清军为借口 探听皇带吉是否真来到军营 于是郡王派崔明吉和国相一同前往 朝鲜大战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 炫耀红一大炮 阁下也是朝鲜人 不料翻印经气的嘴唇颤抖 一正词言的痛解朝鲜自称的创八 我的父母是奴隶 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 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他们见到了龙骨大 龙骨大却要把礼物退回去 想见大汉可以 让你们的国君来见 两个人回去之后 遭到群臣的弹劾 声称二人辜负亡命 相国为了自保 随口说出了北门的防御较弱 从北门出击可以聚集兵力 一击击溃敌人 郡王听了大喜 让他带兵出城迎战敌人 但这个人在朝中 做过随身附和的人还差不多 要在打仗上绝对是一个草包 他不听眷说 还不懂掌控战机 结果导致三百人的冲锋士兵 被清军的红衣大炮 炸得毫无还手之力 全军覆没 幸亏守卫士阻止了国相在组织兵力出城 这才保住了部分的兵力不被歼灭 为了推脱责任 县国把责任推卸给了守卫士和少官 守卫士被安了大阪 少官则被杀了 金上县和郡王再次商量 把习文送出城外 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城外的援军李永爱河攻击敌人 这个建军的任务就交给了铁匠 1637年正月 按照惯例 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 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 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下动故 于是君臣一行人 战战兢兢的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 时不时城王城宫的望向城外的敌人 黄戴吉找人写下了文书 命人送到南汉山城 他的策略是要他们自己走出城 竟不想大海杀戒 君王看了文书之后左右摇摆不定 就连之前 一直为了皇室资源的老臣县国和重臣 都想明节保身 由君王自己决定 谁来写一盒书 众大臣都不想背上这卖国求助的千古骂名 最后还是崔明吉写下了一盒书 只要能守住君王和百姓的命 在他的耻辱他也会承担 李判大人金上贱 迟迟没有等到援军的出现 谁料先前被派去的铁匠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秦王军 援军首领 担心君王的摇摆不定 害怕害了他们 但是西文已经收到 呼出并救援 到处君王还是一样会责罚下来 只有杀了送西文的人 才能证明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西文 好在铁匠没有被杀掉 凭着自己的本领逃了出去 当他回到南汉山城的路上 看到躺在满地的士兵 还有自己的弟弟 原来在15日那天 黄太极并没有收到约定好的议和书 但南汉山城内 辩论还在持续 正月十六早晨 最后通牒期限已过 架在城外山顶的青军红一大炮 开炮了 惊天霹雳的巨响过后 一群般的青军爬上城墙 所有的纠结都烟消云散 只剩下三个字活下去 南汉山城外 除去冠冕换上蓝衣小帽的朝鲜固王 三口九败归于黄太极脚下 值得一提的是 试验朝鲜国王的嫖海日 同样演技过人 在无比屈辱的窘境下 尽管面色苍白 但却冷静无比 让观众身临其境的 体会到了他内心的不干 此刻跪在地上的催眠极枯了 在国王开城投降后 金上县依然选择自尽 维护朝鲜民族最后的尊严 大清皇帝贡德贝的照片 这块贝至今仍存 名字火烂后 朝鲜在清国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建造了慈悲 其本文中以感恩清国保存朝鲜宗舍的立场 记载了整场战争与义和的始末 冰冷的血白色和血性的红 在片中大量出现 雪花沾染了大尘的胡须和眼角 被剥去的皮肉的牲口 血骨罗漏在外 镜头中碰面而来的都是寒冷血性之气 也正是当时百姓严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日本配乐大师版本隆一的配乐 更是将这种盛冷之气烘托到极致 比起崔明吉的不择手段 金上线可以说是尼古古话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 上至国王下至百姓 都可以以此明智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 许诺王室赐予了荣耀时 送信的人却冷淡的说 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上线才明白 朝鲜的王室与人民 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的不同的道路 没有双权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 但却痛苦的得不到答案 电影中金上线在德州国王 向蜻蜓称臣 便与家中自裁 现实是金翠二人战后 都活跃在朝鲜朝廷 崔明吉一直与明朝保持联系 为中朝关系做着秘密工作 可见崔明吉心里只有朝鲜利益 而不是想用妥协来换取个人好处 后来被蒙之士曝光 蜻蜓的处理方法也值得王位 他们处死了战时抗击的三学士 饶恕了不受承诺的崔明吉 仅仅是将他囚禁在沈阳 三年后释放回国 有趣的是 崔明吉在沈阳 竟遇上了金上线 两人正是勉励 互相用令向如连波的点 意思是我们都没错 都一心为国 只要结果是完毕归照 最后又降向盒 便纳斯初心预应兵 可见二人早就将战与盒 视为一体 也可见朝鲜人的汉语 和历史水平还不错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就此走上各种的路 而整个朝鲜 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影片最后 小女孩指着风箱问铁匠 这是什么 这一幕又将我们心中的疑问 推进了一步 道德经有云 天地之间 岂游驼越乎 须而不驱 动而欲出 大意就是天地之间 不就像个风箱 它空空的却不扁 越古动风就越多 生生不息 把禀子之意这段驱入历史 以及当时朝鲜在家风里 求生存的窘境 恰到好处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不煽情亦不夸张 毫无疑问 南韩山城是2017年度 韩国电影中 仅次于出租者司机的最优秀作品 值得观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